柯一柔年收千万座佣三房,断不开幸福卡在这点。 柯一柔今年农历年后正式提离婚,至今和郭宗坤已开过两次调解亭,但双方卡在三个小孩监护全谈不拢。 但出名光幕的他靠着直播团购等工作,年收入破千万,接下来他和郭宗坤也将再打四次调解亭,每个月出庭一次,预计今年九月就会有初步结果,到时若调解不成,双方就得进入正式诉讼。 据苹果日报报道,柯一柔针对离婚仪式表示,现在都交给律师处理,以不影响小孩,照顾小孩为主,这些是大人的事,一直不想多做回应,只希望保护小孩。 事实上,柯一柔很早就开始经营脸书团购,粉丝人数已达56万人,家有三宝的他每天从早上7点多开始忙家里大小事,晚上还要抽呼时间忙直播团购,直到半夜2点才能睡,行程满档。 柯一柔的脸书团购事业近几年越来越稳健,加上他先嫌昏变引起网友同情,为母则强的形象吸引不少厂商,让他订单满满。 据报道指出,他一场一小时多的直播价码就要十几万元,加上其他收入,年收总金账高大约千万元,加上零下还有三间房,比郭宗坤还会赚。 除了工作和小孩,最近他也正忙着上烘培课,准备挑战烤以及烘焙支照。